這南韓國庭的六色都有出現 來路不明的報告 這當中大部分都是對臺灣走出去的 這當地的警方就說 其實真有可能就是中國的 山頂消費詐騙 所以建議民眾 那是對報告有要疑 千萬五湯打開 在這裡拿回去 這湯比面風險 從後來看流量變化 立正是開日秋菜店 不可以是菜店面以外 主力竟然放在電上通路 然後大概輸空 山路皮打本岸 集結又大網路上下 平價跟刺騙路跟消費壓力 都很有關係 就是你的評價不太好的話 你可能別人在搜尋你的時候 你不會排在這麼前面 因為前面的話 那當然你賣出去的機會就大 那你排在後面當然就沒人看 網路上這一種驚訝 相片也不能夠 世界各地南韓四川的技術 特區報告就是對中國 派驚鑽遊行來驚帥 外國民體驚鑽報道 國內二十四休息來 至到五九八十七項 不明報告的通報 大部分是來自臺灣 當地均衡無敗讀 中國不會跟路平價 萬下網路過不 路大詐騙 其實在2020年 剛才台北收到由中國 海駕鑽遊行來臺灣 後所驚送的大量不平的經濟 不過剛才是最好的平價 繼續民眾路大 幾期都驚是無價值的東西 這次報告去是藝術放途 甚至條工 驚來臺灣才會轉出去 如果今天是恐攻的話 那有可能 他會有一些政治的目的 但是看起來 目前的話 還沒有這樣的一個聲稱 臺灣的第三地的 這樣的一個轉運 那他其實要避免 被偵查的可能性 轉眼後面是二點很少 是詐騙 恐怖風格 也許我們孫內一樣創地 這最優待的好好來調查清楚 這受到這類不平的報告 還要建議要提供警告 最好是都賣修 記者送下報道